《睡夢先知》 Edgar Case 是生於1877年至1945年 在美國的肯塔基州 霍普金斯的一個籠莊出生 知年幼時 已經顯出一種特別的超自然感之能力 他能夠在無意識的睡眠時間裏 閱讀不同的事件 他的一生中 曾經有千上萬的人 來自世界各地 尋求Edgar Case的幫助 他們寫信給他 希望藉著他夢境的內容 尋求出指引和幫助 例如 他能夠在睡眠的時候 閱讀得到 來信者身體上有什麼疾病 或者過去和將來 雖然 Edgar Case在世的時候 相信一些與基督教教 而相違背的事情 例如 他在世時想用水晶球 亦相信輪迴學說 但是當時代 基督教在這方面的教導 仍然是非常貧乏的年代 當時 大部分的主流教會 都非常接受Edgar Case 與此同時 他一生中 都不停地宣稱自己是一位 堅信基督的信徒 他一生每星期都參與 基督門徒中派的教會聚會 並聲稱 他每一年堅持讀完聖經一次 他亦相信自己的預知能力 是神賜給他的恩賜 此外 Edgar Case 也曾經對各種世界大事 作出準確的預測 例如 他曾經準確預測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出現和結束 也準確預測到 在美國由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 並且 蕭條會在1933年完結 此外 他曾經在1920年代 已經預告美國 將會出現種族衝突 而事件 真是發生在50至60年代的美國 Edgar Case 也曾經在1939年 預測美國 將會有兩位總統 在任內死亡 而在第二位 在任內死亡的總統 會由一個黑幫成員接任 而到了1945年的4月 美國當時的總統 羅斯福 在任期內 腦出血病逝 成為第一個Edgar Case 所預測 會在任內死亡的美國總統 到了1961年11月 美國總統金奈迪被槍殺 成為第二個Edgar Case 所預測 會在任內死亡的美國總統 而副總統詹森 就接任成為Edgar Case 所說的黑幫總統 而Edgar Case 也曾經在1935年的10月 預測歐洲將會出現大屠殺 而奧地利人、德國人 和隨後的日本人 會參與這一次大屠殺 而預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納粹黨屠殺猶太人 以及日本軍人在南京進行的大屠殺 而準確應驗了 而在1943年的6月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 正進行得如火如逃 Edgar Case 已經預言 將會出現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他預測第三次世界大戰 會在以下的地區所引發 包括加拿大和格陵蘭之間 大維斯海峽附近 利比亞、埃及、安卡拉、敘尼亞、印度洋 以及波斯灣地區 而當時 Edgar Case 已經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戰 會在多年之後才發生 並且 在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 世界會產生一個世界統一的貨幣 來到穩定經濟 而最有趣的是 Edgar Case曾經在1944年 預言中國將有一天 中國成為基督教的遙纜 並將基督教信仰 形容於人們的生活 動作中 隱段 Markets